合理有兩條重要聯合圖路 分配是南韓德豬路跟北韓調米樓 德豬路因為車流量比較大 比較受到當時都有定期的徵收 但是調米樓的舊比大部分 都是自體到輕輕的商業區 卻很久都沒有徵收 路面勘勘聚聚聚 如果作成民眾處理不方便 常常發生衰過 甚至影響到蕭鴻救護的出境 在今天總算來當天 已經兩天後就能換人一心 紀久等在拋賭古月的路面 山鳥也不斷中村來山鳥 少去到來 為等的補色點跟路面做準備 向紀面穿著百款的調米樓 已經多年沒長收 紀面是很完蛋 經銷出境的所得甚至也因為路面勘勘 客客客取得順便 其實我們合理有兩條另外的道路 一條就是我們南韓德豬路 以及我們北韓德豬路 相對於我們南韓德豬路 上次單位比較重視 比較關心 這兩年有來立場分拐來投資重埔 相對因為北韓早期是我們公路總局來管轄的 這兩個才發財我們團線部來管理 但是已經 ao滴 الله的眼神 路面可以說完 And I can rail 政府六位有議員 也為我們最認真打拼 我們林格陵議員來關心這件事 來幫我清楚經費 要來追這個時間 希望未來可以讓我們民眾有條 更舒適更安全的道路 因為調米樓只有米台無分 都是自體跟一般民生輕輕的商業區 他們做不清楚道具樓那裡須的東西 但處理的車流量並沒有比道具樓比較少 因此當年來路面出現必須 地區也很快結構 這是最主要貫穿我們和美中心的一個道路 平常都年久失修了 有空空的結構 這次也感謝我們中華政府和和美共所 用最近的速度來發報 希望未來向我們備行一個空間 我們在這幾天裡面 做成我們出民隔壁的困擾 直接先給我們基民先給一下 不好意思 本市跟我們理中 會要求我們幹部單位 縮低建築的時間 讓我們時間縮低 比較不會去影響 太久讓我們這些店家 生意受影響 和美中生計的維持 上官單位應該更更重 是做的基礎公共設施的改善